你人不坏 但是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结婚 结婚得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就不说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但是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得有 都说男人结婚要有能力才行 这样才能让老婆孩子风衣足食 不受贫穷的困扰 反之一个没有能力的男人结婚 只能让老婆孩子跟你受穷受苦 而今天的这位男嘉宾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者 他没有能力养活妻子让其受尽了苦头 还在妻子怀孕期间被迫吃那些剩菜剩饭 导致营养不良 结果五个月大的宝宝不幸流产 经常家里面就是一些顺菜顺饭 家里面就一个杂菜一个烟菜 都是放了一个星期的 那个饭也是顺菜顺饭 都是一些饭八分 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下楼梯实在没有力气 然后头昏眼花 菜空了 然后就摘下去了 因此图蕾对这个无能的丈夫严厉训斥 既然没有达到结婚的条件 就不应该害人害己 那么这对夫妻之间还有哪些心酸过往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丈夫小王30岁 在一家融资公司上班 妻子小江26岁是一名兼职模特 两人在一年前成为了夫妻 现如今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 但在这一年多来 这个家庭的各种开销都由妻子小江一个人承担 就连在外面吃一顿饭也要妻子掏钱买单 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丈夫小王挣得太少 除了能勉强自己的开销 根本就没有剩余的钱补贴家用 也正是因此夫妻俩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可妻子小江并不想因此而放弃 也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 所以在一次聚餐中 小江偷偷把钱包塞到丈夫手中 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不幸 就是我爸妈看我 我想带我父母出去吃顿好的 吃完饭的时候 他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带钱包 我还是偷偷地把钱塞给他 我就说叫他去买单 因为我当时我不想被我父母看到 我现在过得这样子 而且让他们会担心我 瞒着父母和丈夫受苦受穷 作为妻子的小江当然不甘心 其实他一直想让丈夫能多挣点钱 可不争气的小王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即便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拿最少工资的那个人也是丈夫小王 与此同时再加上还房贷车贷 两人的生活过得那是相当艰难 因此作为一个女人的小江 不得不承担起家庭重任 所有开销都要帮着丈夫分担 这让妻子小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打算 跟他同事一起做点生意 请人家吃饭他也没钱 也是我拿钱去买的当 我觉得自己特别地委屈 而且也不止这一些事情 特别特别多的事 生活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虽说压力很大 但妻子小江并没有放弃两人的婚姻 反倒是更在乎男人的面子 自掏腰包为丈夫买吃买穿 为的就是让丈夫在外人面前体面一些 让他得到男人该有的自尊心 我从结婚到现在 他所有穿的衣服鞋子 都是我在帮他买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 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我都是买三十四五十 当时我给他买鞋子 都是买四五百的 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外面要体面一点 我都是这样子像 可是他一直不上进 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从小江的这段话中不难听出 他想证明自己不是那种贤贫爱富的女人 他只想让生活过得好一些 希望丈夫有一颗努力赏进的心 可不争气的小王实在是太不争气 同样是搞融资的同事 人家每月拿起八千的工资 可到了丈夫这里 每月只能拿一两千 这巨大的差距足以说明小王确实没有上进心 所以这也是妻子小江不能忍受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现在上班的地方 人家拿工资都是拿七八千五六千 但是他的工资就每个月都拿一千多两千多三千多 反正你就是每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完两天 然后后面的那个生活费所有的开支都是我在出 但话又说回来 夫妻本就应该同甘苦共患难 虽然妻子小江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可作为丈夫的小王又何曾没有压力呢 所以说解决困难要同心协力 埋怨又有什么用呢 眼下最主要的就是解决经济问题 而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小王也有想过要自己创业开一家美容店 但可悲的是光有想法没有用 创业基金全要靠老婆的那点价值钱 而这个钱又是为了将来有了宝宝需要用到的 所以最后思来想去也没感冒这个风险 创业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 刚结果我们他爸妈又催得急要去生宝宝 我就想着如果我把这些钱都拿着去做生意的话 我可能怀宝宝的时候就会压力特别大 然后现在我主要是叫他把钱没有 那时候就怀孕了后面就搁着了 孩子多大了怀孕了 提起怀孕这件事 小江的脸色立马变得有些沉重 也为他不想回忆那段痛彻心扉的往事 每当想起那段经历小江就泪流不止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怀孕的那段时间里面 他所有的生活开始还是由我在处 就是平时家里面也没有人做饭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经常家里面就是一些顺菜顺饭 家里面就一个杂菜一个烟菜 都是放了一个星期的 那个饭也是顺菜顺饭都是一些饭八字 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在小江怀孕的那段时间里 是两人最艰难的时刻 那时候两人的经济条件相当差 怀孕的小江只能吃一些剩菜剩饭 不仅如此还要出去兼职模特 以此来补贴家用 而丈夫虽然在外忙着赚钱 可实际上却拿不回来钱 这就导致所有的开销 都得靠一个孕妇出去兼职 才能勉强度日 也正是因此 孕期小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再加上没人照顾 最后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因为那段时间我隔了差不多三次天没有吃饭 我就是吃点水果那样子 下楼梯实在没有力气 然后头昏眼花 踩空了 然后就摔下去了 然后我就宝宝就流掉了 等到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说宝宝已经没有用了 已经五个月大的宝宝就这样不幸地离开 这对小江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 每天都在以泪洗面 悔恨自己找了一个没用的丈夫 不然也不能因为营养不良 导致头昏眼花从而发生这种不幸的事 虽然宝宝没了 但生活还得继续 无奈的小江依然和丈夫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 时间一晃半年又过去了 小江发现丈夫一直都没有改变 还是原来那个不求上进的他 而虽然妻子忍受不了的是 挣得少也就算了还不上交工资 每次都把那点钱花的一干二净 根本存不下钱 那个时候他死都不肯给我 就他把这个钱存下来放到我这里 因为他不会存钱 结果等到月底时我问他你存了多少钱 他说存了三百块 赚得少他又不会存钱 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丈夫 让妻子小江陪他度过了一年的婚姻生活 在这期间跟着丈夫没少吃苦受罪 特别是那次流产这件事 让小江更是难以接受 所以小江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要离婚的打算 而丈夫小王却一再请求妻子 给自己一点时间 承诺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那么事已至此 这对夫妻到底是分适合 妻子小江的埋怨是否说明 他是一个贤贫爱妇之人 不求上进的丈夫小王 到底该不该拥有这段婚姻呢 带着种种的这些疑问 图雷老师给出了答案 这个男人不要说三到五年 我估计十年之内 他都不可能会有你内心所想象的那种生活状态 那你怎么办 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我受不了 但明明跟他经历了又这么多 我又不甘心 但是你好好想想 你才26岁了 还可以重新再来 否则的话你心里就认命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选择 因为小江并不是那种贤贫爱妇之人 他只希望丈夫能有一颗上进的心 这对所有女人来说都是一个想法 可小江的命运就是如此 面前的这个男人再怎么努力 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俗话说穷有穷的过法 富有富的生活 所以到底应不应该继续跟这个男人过下去 那就要看小江想不想认命了 当然 这一切跟不求上进的小王有很大的关系 涂磊对此给这个男生一个不一样的建议 劝他趁早收场吧 你人不坏 但是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结婚 结婚得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就不说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但是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得有 我告诉你 如果他今天愿意要离开你 你就把一切的过往当成是曾经发生过的过去 你千万不要去挽留他 趁他现在还没有煎熬到说出那句话的份上 你无能 你不行 你还是趁早收场 结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仅要对自己负责 也要为这个家庭负责 这就是一个已婚男人该做的事情 而今天的这位男嘉宾属实是令人失望 他连最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都给不了妻子 为什么还要跟人家结婚呢 所以图磊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小王真的爱这个女人 就不会让他跟着你受苦 也可以等自己有能力后再去弥补也为时不晚 所以图磊劝男生趁早收场 或许这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当然 这也只是图老师的个人建议 至于两人能不能分开 还得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接下来看结果吧 虽说生活过得艰难 但毕竟是夫妻一场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分开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所在 那就是妻子小江虽然给了丈夫一次机会 但这样真的能保证眼前的这个男人以后会有改变吗 如果丈夫依旧如此 那么小江还会跟他过下去吗 所以妻子小江给丈夫这次改变的机会 倒不如说成是任命 因为只有任命才能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牢靠 你说呢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